中央氣象署在20號下午的時候 發布了熱帶低壓生成的訊息 而且預計最快在今天 就有機會形成颱風談美 未來的強度更不排除 有可能會達到中台的等級 預計呢 它的路徑將會是持續的向西朝南海前進 不過也有北轉的可能 關鍵的時間點就落在23號 不過還需要持續的觀察 最新的熱帶性低氣壓最新消息 讓我們來聽中央氣象署預報員 趙宏的最新分析 另外在熱帶系統的部分的話 目前位於菲律賓的東方 未來預估是慢慢的往 呂宋島這個方向移動 到了24號之後 也就禮拜四 可能它的北轉的角度 是比較重要的關鍵 我們從颱風消息來為大家說明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的位置 比較偏向剛剛所提到的 是呂宋島的比較偏東方外海這個區塊 未來有可能會以比較偏向北 或是直接往南往南海移動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不過預估是以往南海移動的機率最高 目前它所處的環境條件還算不錯 所以也預估可能在今天就有機會發展成颱風的一個情況 至於它未來因為它是慢慢的以比較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也預估在24、25號之後 其實它整個環流是比較靠近我們台灣 水氣也會變得比較多 天氣在24號之後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不過至於在禮拜六、禮拜天對台灣的影響會是如何 還是取締於它未來的路徑 這還是有不確定性 不過也是提醒大家 至少東半部地區降雨的情形一開始會是比較明顯的 雖然這個颱風它是不斷的累積持續的降雨 所以在這種長延遲的降雨之下 其實還是會有排水造成的影響 特別是在宜蘭地區 因為近期的降雨還是都是比較明顯 未來有可能也會有持續一段時間的一個可能 所以在宜蘭地區的朋友一定要多留意所造成的影響 不過至於在其他在花蓮、台東地區 其實降雨的都還是比較明顯 所以說還是有機會造成一些自在性的降雨 不過這個部分當然還是取決於颱風的強度 跟它移動的路徑而定 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到的時候 大家最關心的一定是 台美颱風對台灣的影響會有多少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它的未來路徑圖 那現在這顆熱帶性D7TD24 就是未來可能會形成的台美颱風 它目前會走的路徑有可能是路徑A 或者是路徑B 那我們先看到是路徑B的部分 它如果通過旅宋島 然後趨向廣東海面或沿海一帶的話 就是這一條路徑B 那麼的話就會變成是颱風外圍跟東北季風 那是否會發生明顯的公斑效應 帶來的降雨呢 威脅比較大的區域 可能就是北部、東北部或是東部地區為主 那另外一條讓我們看到就是路徑A 就是往上的這一條 那它將會更進一步的靠近台灣附近的海面 甚至會直接通過台灣的上空 因此如果它是走路徑A的話呢 就會對台灣造成嚴重的威脅 不過後續的變數都還會很大 所以還需要持續的觀察當中 沒錯因為時間還蠻久的 所以它的路徑到底會怎麼變化 其實各國的預測路徑是不太一樣了 我們接下來就帶大家來看看 最新的各國的模式模擬路徑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最主要的有一條紫色的這一條呢 當然會發現這個是美國的這個模擬路徑呢 它是預計說它會穿過這個旅宋島的北端 然後呢就一路朝著海南島前進了 那另外紅色的部分呢 則是歐洲模擬的模式 你會看到歐洲模擬模式呢 它跟這個美國相比 它也是預測說它會再稍微往上一點 不過一樣是通過旅宋島的北端 不過呢他們就預計說 可能到了禮拜五的時候它就會北轉了 因為它如果北轉的話其實是會對這個台灣的西南部 這一邊也會造成一些嚴重的影響的 不過到時候呢還是要再等到時間 再更近一點的時候才來觀察說 這個颱風的路徑會不會有直接侵襲 或者是影響台灣的可能 再加上呢現在很有可能 因為現在是秋台嘛 大家都說秋台比較危險 因為我們還要觀察說 到時候這個秋台會不會有共辦效應 因為呢接下來是進入到秋天了 北方的冷空氣可能會南下 到底這個冷空氣跟這個颱風會不會有彼此 就是互先拉扯的這個影響呢 都還需要時間來持續的觀察 那如果有最新的情況 請大家要持續搜尋我們每天的一題五件新聞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今天很熱的一個話題 猎人粉跟麥當勞的粉絲們 你們今天有去搶購了嗎 超級轟動的 沒錯 其實我說今天 但他其實還沒推出啊 他呢是今天就是先發了這個預告 告訴大家說在10月23號的時候呢 麥當勞他們的這個熱血動漫技能 他們就首度聯名了 獵人這部動漫 他們呢要推出全台限量30萬 獵人角色的芒卡包耶 很興奮耶 沒錯 我們這個五件新聞的團隊裡面 有一位就是獵人粉 還要非常的開心 想說 我終於有機會可以去搶到這些限量的商品 趕快收集到了 沒錯 那大家就好奇說 這個芒卡包裡面到底內容是什麼呢 其實他每包裡面 是內含四張隨機超人氣的角色卡 像是酷拉皮卡 然後奇亞小潔等等的 那另外呢 這些經典角色 他們也會現身在他們的包裝上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分享餐啊 還有這個飲料杯上面呢 其實都是獵人的角色 嗯 沒錯 那也提醒大家 如果呢 你還買這個分享餐的話呢 然後你再加購買一送一 還有送這個限量撲克牌 也就是獵人的撲克牌 麥當勞與日本神作獵人首度聯名 從10月23日起至11月19日 推出8款期間限定的聯名包裝 除了獵人試驗篇 廣為人知的經典主主角群現身外帶包裝 還有人氣返派幻影旅團 與主角會置於分享和包裝 以及尼特羅會長的絕招百世觀音 月上中杯的冷飲杯 以往梅露艾姆 以及天才軍儀少女小愛 找麥則是面對面經典場景的 Oreal冰炫風杯 不僅如此 期間限定的焦麻辣味麥克基塊 10塊與6塊的包裝和尚 更有以往直屬會對Q版角色 不只有限定包裝可以擺拍 在麥當勞購買任意餐點 加購89元 還可以獲得獵人角色芒卡包 每一包內含4張隨機的角色卡 全台限量30萬包 而獵人角色芒卡包內收錄了 全篇章24款各式經典人物之外 更加碼有一款超級限量的隱藏版 就等獵人迷慢來抽卡開箱試手器 除了全篇章的角色芒卡包 10月30日起至11月19日 購買麥當勞分享盒 加點指定飲品買一送一 或者是歡樂送購買分享餐 還可以獲得全台限量19萬組的獵人不可牌 這是以貪婪之導篇為主題 所打造的撲克牌 為麥當勞熱血動漫技聯名限定版本 不論是收藏與好友輕鬆遊玩 都非常適合 哇那這次呢 麥當勞跟這個獵人的聯名喔 讓許多粉絲感到非常的暴動很興奮嘛 不過呢在這次行銷活動裡面呢 卻好像出現了一點點蠻大的問題喔 那原因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次麥當勞 將這個整套的卡片包 送給了上百位的網紅 但是呢很多網紅呢 在這個開箱公關品的部分呢 他可能就會說 喔我其實沒有看過這一部卡通動漫 那他這樣子的說詞呢 其實就讓很多粉絲感到不滿 沒錯 因為其實呢應該要講說 它是動漫而並非卡通 或者是呢讓很多粉絲會覺得說 欸那這麼多人不熟悉這個動漫 為什麼還可以拿到這樣子的卡包喔 那也讓網友批評呢 麥當勞行銷公司亂槍打鳥 怒轟呢是史上最糟的公關災難 喔我的天啊 是獵人超有角色 滿卡包 網紅展榮拍片開箱 麥當勞與經典動漫獵人 聯名推出的整套卡片 不少網紅也都有收到這組公關品 卻遭獵人粉絲一片撻伐 展榮也因為說錯這兩個字 遭獵人粉言上 哇好可愛好精緻喔 它是一個 這個卡通我知道喔 展榮這卡通二字 讓獵人迷們氣炸 因為展榮很明顯就沒看過獵人 還把動漫講成卡通 甚至有網紅發文直接說 抱歉我真的沒在看動漫 卻能收到這組公關品 讓獵人的粉絲怒批麥當勞 這些網紅根本沒看過獵人 卻能輕易收到整套禮盒 一般的粉絲卻只能花錢抽卡 還不一定能蒐集到整套 收藏和麥當勞也沒在賣 喜愛動漫的網紅孫生也看不下去嘛 一堆不愛動漫的拜託不要硬要欸 那甚至叫動漫不叫卡通 粉絲怒火持續延收 那麼對於獵人粉絲言上呢 麥當勞他也做出了回應喔 他說呢為了滿足喜愛獵人的廣大粉絲呢 原本其實就有規劃抽獎的機制參與活動 因此呢就有機會可以獲得獵人的卡片收藏冊 因此呢非常感謝顧客對於此次合作的支持與回饋 不過呢粉絲的憤怒我覺得可以理解啦 就是如果有的人欸你平常明明就沒看過嘛 可是你居然可以收到這個 我這麼想要的卡包的話 相信粉絲當然就會很憤怒了 所以呢這個網紅Joeman喔 他也在今天凌晨的時候立刻上片了 他就來解釋這一次的獵人之亂 他就以網紅行銷公司以及麥當勞三方觀點 來做出兩點的分析 他就談言說自己其實可以理解粉絲的這種相對剝奪感 那他呢不認同這個粉絲過分偏激的言論 不過他也建議說麥當勞下次應該要 寧可花錢找動漫領域的專業網紅來發文宣傳 也不要為了省錢而熱火上升 Joeman透露應該至少有200名的網紅 收到這一次的麥當勞公關品 因此他可以理解粉絲感受到相對剝奪感 而這一件事情會被炎上 起因就在於有一名網美PO出卡核限動之後 直言自己完全沒有看過 讓Joeman苦笑搖頭說他真的是提油救火 而麥當勞過去也做過七龍珠聯名 為何這一次會鬧大 Joeman也分析出三點原因 首先是網紅業配文行情大約5萬至20萬元不等 麥當勞這一次的宣傳應該是想要省錢 才會選擇用送公關品的方式 網紅可以自行選擇發不發文 因為寄公關品這個行為 相較於發案給網紅的話 成本真的很低 所以他當然是能計多少就計多少 而第二點則是粉絲族群的年齡 Joeman指出七龍珠當時也有網紅PO出公關品 卻沒有弄大 猜測是七龍珠與獵人的粉絲族群年齡雖廣 但由於兩者出版時間差了10年 因此獵人的主流客群 仍然會是較長時間使用網路的族群 而第三則是翠的不盛行 因為七龍珠時期翠還沒有爆紅 如今獵人風波言上是從翠開始的 Joeman就直言翠的爆紅是這一次風波的主要原因 而針對這類粉絲上的產品 Joeman也提出了未來的行銷建議 他認為麥當勞下次應該要避免廣發公關品 改為直接聘請該領域的網紅來進行宣傳 不斷避免公關危機 好 接下來讓我們其實看到的是另外一個素食品牌 就是TGI Fridays 相信大家對這個品牌應該都是相當熟悉啦 沒錯 他們家的這個炸洋蔥 哇 很好吃欸 真的 不過他近日卻陷入了財務困境喔 據了解公司正在積極尋求資金的援助 並且可能在未來的幾週內就會申請破產 那其實呢 因為如今的TGI Fridays 跟許多同類型的餐廳一樣 在很多快餐品牌的崛起之下呢 市場的份額受到輕食挑戰 它的銷售業績也都陷入了困境 再加上之前疫情的影響可能進一步加劇了公司的困境 那麼根據彭博士的報導 據內部知情人士透露 Fridays呢 總部現在正與專業律師事務所合作 積極呢 在跟銀行進行談判 爭取更高額的貸款以維持餐廳繼續經營 同時呢 公司也在做可能的破產做準備 如果需要呢 公司很可能會依照美國破產法 第十一章提出申請 算是還蠻震撼的一個消息啦 想要跌外 不觀看 你好 nhưng